不愛天天洗頭的人 如何擺脫夏天 頭皮出油 頭髮扁 他的困擾呢 哈囉 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今天超開心的 因為我們邀請到 美容界知識型的YouTuber Dr. Ivan 來到我們美容編輯 隨你問的節目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Ivan 欸 博士 你的粉絲都是這樣叫你對不對 對 大部分是這樣 博士 你好 博士 你好 我上次啊 在你的那個晚上的直播節目 看到你 就是知道 大家都在問你問題 知道其實你也蠻愛漂亮 聽說你的頭上有幾根白頭髮 都難過了好幾天欸 為什麼 因為我自己就是 從小就比較愛漂亮 又很比較怕老 所以我只要頭髮 有白頭髮 或者是有細紋 或者是 比如說頭髮變得比較稀疏扁塌 我心情就會稍微受影響 愛美的人就會這樣 可是這樣是好的啦 這樣才可以一直自己 永保年輕漂亮這樣 一直督促的自己要維持著 嗯哼 現在夏天有太多的人覺得 就是頭皮很容易出油 頭髮就扁塌了 所以就是 大家就會覺得 就是看到每天看到這些油 油膩膩的頭髮 真的不舒服 之前也有人說啊 就是 就是其實我們人體啊 就是最多最容易出油的 就是中間這一條 大驅趕的部位 那這是真的嗎 呃 這個部分來講 其實它有一點導音為果 因為應該說 我們身上都有皮脂線 那皮脂線發達的區域 只是剛好都坐落在 我們身體的中間 比如說胸口 臉 然後頭 跟背 對 但是他們只是剛好在中間 而不是只要是中間 就很容易出油 有些像我們的脖子就不太會出油 每升溫1度C 我們的肌膚每升溫1度C 出油就會多10% 對 那我們皮膚出的油脂 它其中一個功能 是保護我們肌膚的 但它不是完完全全 都是為了保護我們肌膚而單身 比如說像是 最簡單的 流眼淚 我們的淚液 其實是用來濕潤我們的眼球 去保護我們眼球的 但當你想哭了的時候 你流出來大量的眼淚 它並不是完完全全 因為你眼睛受傷了 所以它想要來保護它 它是在反映一個情緒 所以當我們的臉出油 或頭皮出油的時候 它不一定完完全全 是為了保護 這個肌膚所誕生 它有可能只是因為 反映了當時的 它受到的刺激 外界的壓力等等的 對 它其實只是一個反映的現象 那我知道市面上 有一些就是那種頭皮 就是噴頭皮的一些噴霧 好像可以幫你降溫 或是一些去頭皮的臭味 那可是 像這樣的東西到底好不好 就是如果有那種涼感的 或者是不是有一些揮發的成分 像酒精 對 那這些用在頭皮上到底行不行呢 其實涼感的部分 不太容易是因為來自於酒精 因為酒精揮發的很快 所以它大概就是在那個 兩分鐘內讓你感到涼 但你會長時間的涼 其實大部分都還是用到 像是薄荷的成分 對 那酒精到底好不好這件事情呢 就見仁見智了 因為有些人對酒精過敏的 那酒精當然就不適合 但是有一些人對酒精 比較不影響的 他們使用酒精上面 就比較不會有太多的副作用 像就是頭髮 就是很多人啊 就是會有頭皮出油的問題 所以頭髮就開始扁塌了 那像我自己啊 就是一個稍微懶惰一點的人 就是不是天天洗頭的人 大概就是今天洗 明天不洗 這種隔天洗 然後呢我其實有個偷吃布的方法 就是早上起來啊 就是直洗這邊 就洗頭直洗這邊 因為我覺得 反正我後腦勺 我的頭髮都非常好啊 我就直洗這邊 後來呢像最近呢 更進化了 我大概會有時候 會用到一些乾洗髮的東西 對 對啊 可是因為乾洗髮 好像就是很多人就說 那些粉末狀的東西 會不會容易阻塞毛細孔 那Ivan你覺得呢 它裡面用到的 像這種東西乾洗髮的東西 它大部分用到的粉體 不外乎就是 二氧化碳 氧化芯 高磷土 華石粉或澱粉 大事上都是這些 但這些粉末就是我們看得到的 可是啊 大部分的人用了這種 這一類型的產品之後 最容易懷疑它主射毛孔 所以長痘痘嘛 對不對 粉刺跟痘痘跑出來 是啊 但是仔細想想 這五種粉體 其實在防曬爐裡面 跟在彩妝品裡面 才是濃度最高最大量的 可是我們偏偏把它往臉上 也好像沒什麼事嘛 對 所以其實真正的 會讓你長痘痘的 罪魁禍首 不應該是來自於 這一些粉體 而反而是因為 您剛剛提到的 你的頭髮會需要想要香香的 對啊 因為頭皮就臭啊 對啊 所以用到這種香香的 會用到什麼 就是香精香料 香精香料這些東西呢 就反而會在我們的頭髮 在接觸我們的皮膚熱的時候 就刺激我們的皮膚 而一次激我們的皮膚之後 就會容易產生痘痘 所以原來使用那些乾洗法 不是那些粉末的問題 而是它另外增加 會讓你比較 心情愉悅的味道 香精香料 沒錯 因為其實它有一個部分 則是因為我們想把油脂帶掉 對 所以呢 我們這個乾洗粉裡面 也會添加一些介面活性劑 而介面活性劑 多半也是對我們的皮膚 有些刺激性的 所以就是這兩樣東西 參加在我們的皮膚表面 就會產生這個問題 那如果說我真的用了乾洗法 這類東西 我在清潔的時候 需要特別注意嗎 清潔的部分倒是還好 因為它本身裡面 就帶介面活性劑 其實它的清水性是很高的 很容易就可以洗得掉 對 所以那你覺得 你贊不贊成用這種東西啊 我覺得 我覺得基本上 不是不能用 但是呢 應該是看你在 看你在什麼狀況用 比如說如果你在家裡面 你就是可以洗頭 那你就洗頭吧 對 但如果你 比如說你現在 臨時要約會了 就男朋友你在樓下等了 我來不及洗頭 那你稍微用乾洗法 拯救一下 或者是你在外面的時候 那是可以的 對啦 因為其實我好像聽到 某些 滿滿多皮膚科醫師 就是覺得說 你能洗頭 你幹嘛不洗頭 一直在用乾洗法 偷吃布的方法 人性就是懶了 好啊 我覺得Ivan你真是不錯 幫我解答了好多問題 讓我今天輕鬆過關 謝謝 謝謝Dr.Ivan 謝謝 謝謝 我覺得市面上還是有滿多不錯的乾洗法 我可以推薦給大家 像這一瓶也是就是 其實滿多人都知道 這個是法國藥妝店的一個牌子 荷納法瑞 它一個乾洗法物 它其實裡面啊 就是粉末狀的 它是利用高齡土 再加了一些薄荷的精油 來幫你去除頭皮的臭味啊 或者是一些油脂這樣子 其實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大家看一下 看到沒有 它其實噴出來的粉末啊 是一種膚色 那它這個噴在頭皮上 大概用頭 就是用手指搓搓 或者用梳子梳開來之後 它就會非常符合 貼近你頭皮的顏色 另外還有一個是比較特別的 是AVEDA的這一瓶乾洗法物 它的味道其實很療癒 它就是用一種氣壓式 壓這個瓶身 它就會慢慢的噗哨噗哨 噴出一些白色的乾洗法粉末 那第三瓶呢 也是我覺得蠻特別的 那這一瓶為什麼我會推薦呢 是因為這一瓶的創辦人 他其實自己就是一個毛髮醫生 所以它裡面啊 使用到的一些成分 是有一點點抑菌效果的 蠻推薦 如果說如果你的頭皮比較敏感啊 比較怕一些不好的成分 其實它是蠻好的 另外啊 除了粉末狀之外 其實我覺得 大家可能就覺得說 粉末狀就會容易在頭髮上 產生一種厚重的感覺 那其實像市面上啊 還有一些就是 它不是噴霧的 不是那種粉末 乾粉末的形式的乾洗法 像這一瓶啊 就是Zubaki 其實是日本開架的產品 它是一種凝露的形式 大家看一下 你看它是一種凝膠凝露的東西 那它的重點是 因為它是凝露嘛 它擦一擦就立刻揮發掉了 所以就不會有一些粉末狀會有起屑的情況 另外啊還有一個這個 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一個水 剛剛我介紹的是凝露嘛 那這一瓶其實是R&Coat 它也是一個乾洗法的水露 它其實你拿出來的時候可能要先搖一搖 因為它是一個水跟粉末的結合 搖均勻之後呢也是 它是用 它雖然是水 可是它的使用方式是直接噴 它其實是噴 我覺得這一瓶使用完的感覺就是 你的頭皮會很清爽 然後不會有那種粉末的厚重感 那重點是它是水啦 我覺得給一些就是不喜歡粉末的人 另外一種好的選擇 其實如果你不喜歡用乾洗法 還有一些產品可以選擇 就是一些頭皮的清涼噴霧 那我要介紹這一瓶啊 這一瓶是扣羅蘭 其實也是在法國藥妝店 還滿紅的一個牌子 他們現在出了一個水薄荷成分的噴霧 其實水薄荷你一聽到就是 頭皮其實就是可以降溫啊 讓它比較鎮靜 就是噴在你的頭皮癢的地方 然後這樣搓搓 其實就會讓你就是頭腦很清晰 好像就覺得剛剛的那些熱氣 都消掉了 我覺得還不錯 那第二支啊 其實是我是被這個外型吸引 因為它真的超級漂亮的 它這個牌子叫歐貝 它其實是專業美髮沙龍才會有的牌子 大概可以也算是法界的勞斯萊斯吧 因為它就是滿高級的 你看一下它的包裝就真的很高級啊 重點是這個啊 其實是畫在頭皮上面的精粹 你看它這邊的鴨頭 也是一個像是一個透明的 擠出來是一種凝膠狀 零膠狀的 就是讓你的頭皮如果看哪邊癢 你就點一下 然後搓一下那邊 就是可以抑制頭皮 把它癢 有止癢的效果 我覺得也滿好的 而且重點是它真的還滿漂亮的 好 第三個呢 其實就是你看這個青巧的小噴霧 它真的滿小的 它是歐來的 歐來的一個清涼的頭皮噴霧 它其實裡面啊 就是加了薄荷跟紫蘇的萃取 可以就是放鬆緊張的頭皮 那如果啊你的髮尾比較乾燥的話 它其實也可以噴髮尾 讓你的髮尾的一些乾燥 或者是分岔的現象可以得到解決 另外啊其實是一個比較不是有良感的 它是一個法國的牌子叫做CR 它是一個蘆薈 含有蘆薈成分的噴霧 它是針對就是如果你的頭髮比較乾燥 很多人頭髮因為吹風整燙 所以比較乾燥就是硬硬的 那就是不滑順沒有光澤 它其實是隨時隨地都可以用來 噴的一個頭髮的噴霧 它噴上頭皮然後在搓揉之後 其實也是會帶來比較舒服的感覺 以上啊就是我們介紹的一些 頭皮保養的小嘗試 還有一些夏天到底那些頭皮出油 頭髮扁擦應該要怎麼解決 如果你還有其他關於頭皮啊 保養彩妝的問題 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我 下個禮拜五再見喔